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博博爸爸 因為疫情的關係,小朋友都不能上學 我們家長最好每天回到家都可以給到15-30分鐘 一種優質的親子時間給小朋友 今天想介紹一本繪本給大家 我們可以一邊看繪本一邊玩魔斜 我自己怎樣去選擇這個繪本呢? 其實我會選擇多些動物、顏色鮮艷 讓小孩有多些興趣看這本書 我們一邊看書又可以學習多些書本裏面的知識和文字 對小孩都很好 而扪魔斜有什麼好呢? 我們可以訓練小孩的創意 我們扪的時候可以訓練小孩的小手肌肉的發展會好些 令到小手指更加有利 事不宜遲 那我們一齊開始看這本《誰吃了我的蘋果》吧 好了 那我們在開始講書之前呢 那我們和大家一齊來一個蘋果先吧 好了 那我們的蘋果就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看這本《誰吃了我的蘋果》吧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書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書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書了 喔 發現了前面有一棵蘋果樹 哇 看起來好好吃啊 蘋果樹上面掛著一隻搖搖肉聚的蘋果 老鼠好想吃了這個蘋果喔 但是呢 樹太高了 它根本就爬不到上去 來吧 嘩 唐起 これ時呢 蘋果呢 蘋果呢 跌了來 老鼠呢 開心到拍手叫好 將大眼睛呢 看著這個迎面而來的蘋果喔 可視呢 蘋果呢 繼續向前滾 唐一聲呢 就掉了在地孔裏面 老鼠就趕著跑過去 看一看孔很深 應該怎樣做呢 老鼠就決定在最近蘋果掉下來的地方 開始掘地孔 香甜甜的蘋果可以造成美味可口的果醬 還有香噴噴的蘋果批 老鼠用盡了氣力 努力地挖洞 終於來到蘋果掉下來的地方 老鼠急忙地尋找蘋果 咦 蘋果去了哪裡 洞裡面什麼都沒有 我一直努力挖 又餓又累的老鼠傷心到哭了 好 現在我和大家一起扭一隻長頸綠 先扭一隻長頸綠 好 完成了 離開了地孔之後 老鼠一出來就看到長頸綠 老鼠就問長頸綠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蘋果 長頸綠就回答他 不是我 你好好上一上 是假方了 我的頸綠就在看上面 我的頸綠就很長 但是如果把頭伸入地孔裡 我必須把雙腳長大 寬大 才能把頸綠到那麼低 這樣我先要學會劈腿才可以 我們現在要一起扭一條鑊魚 然後老鼠又見到鱷魚 老鼠又問鱷魚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蘋果 鱷魚回答他 不是我 你好好上一上 我的嘴巴又大又闊 沒辦法伸進這麼窄的洞裡 就算能夠塞進去 也不能把大嘴巴咬蘋果 我們現在要一起來扭一條蛇 然後老鼠又見到蛇 他又問蛇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蘋果 那蛇就爬到老鼠前便回答他 不是我 你好好上一上 我很喜歡擺動我的身體 扭扭扭地爬行 但是在這麼窄的洞裡移動 實在是一件很辛苦很艱難的事 如果我要吞了蘋果 我的身體就會變成叛叭叭叭 根本爬不到出來 我現在就和大家一起扭扭一個長臂丸 那小猴子呢 其實我們需要兩把摩尺 兩把摩尺 兩把摩尺 我們首先扭扭一個下半身 就是一把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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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一把我們就會扭扭一個上半身 然後另一把我們就會扭扭一個上半身 好 那我們這個長臂丸呢 就完成了 然後老鼠呢 就見到長臂丸 老鼠就問長臂丸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蘋果啊 長臂丸呢 就吊著在樹藤上面 搖搖晃晃地回答他 不是我啊 你好好想一想 我的手臂呢 雖然很長哦 但是呢 就沒辦法呢 伸長到去蘋果掉下來的地方 如果我的手臂呢 可以長到去拿到蘋果的話呢 這樣呢 我就呢 一定要拖著我對手臂呢 來走路才行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一起拿一個單頂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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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單頂殼 之後呢 老鼠又見到單頂殼 那他又問單頂殼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蘋果啊 那單頂殼呢 就很優雅 一邊走一邊趕了 不是我啊 你好好想一想 我的長嘴巴呢 雖然可以伸進洞裡 可是呢 我都一點都不想呢 將他伸進去這個 泥土裡面呢 吃那個髒髒的蘋果 在我們呢 玩魔尺的途中呢 就是我們呢 會經常會出現一件事 就是呢 我們呢 扭魔尺的時候呢 不小心把魔尺扭斷了 這樣呢 但是呢 其實我們斷了的魔尺呢 都是很有用的 那小朋友呢 也可以發揮一下自己的創意 將一把 斷了的魔尺 去變成我們喜歡的 圖案 例如我們可以 扭一下 變成一個 正方形 又可以 我們將它 變成 一個深深 又可以 那呢 在這裡呢 我們呢 想跟大家一起呢 我這條 斷了的魔尺呢 跟大家一起呢 拿回一條 小蟲出來吧 到底呢 是誰吃了我的蘋果呢 老鼠呢 好想知道答案喔 在這個時候呢 有一隻小蟲呢 慢慢慢慢地爬過來 咦 小蟲 你身上呢 為什麼會有蘋果的香味呢 那小蟲就答老鼠了 我是呢 住在蘋果裡面的蘋果蟲 那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呢 那麼 小蟲就說了 蘋果呢 突然間 動一聲呢 掉了下來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就和大家一起 留一隻 大醬 那老鼠就繼續問了喔 然後呢 發生了什麼事啊 那跟著小蟲就答他 蘋果 滾來滾去 最後呢 就停在一個 有白色牆角 的大嘴怪前面 我嚇到差點暈了啊 那個大嘴怪物呢 往泥坑的方向走了去 粗壯的腿呢 就好像會動的柱一樣 那老鼠呢 那老鼠呢 就照著蘋果蟲說的線索 聞呀聞 臭呀臭 沿著蘋果的味道呢 慢慢向前走 結果呢 他就找到一個頭呢 睡到呢 嘻哩呼嚕的大象喔 老鼠就說了 一定是大象吃了我的蘋果啦 老鼠呢 就爬到大象的身上 抬起他那個 好像線一樣大的大耳朵 好生氣這樣大叫啦 是不是你吃了我的蘋果 好啊 好啊 那我們看看吧 原來呢 蘋果呢 跌了六個洞的時候呢 大象已經看到了 那當老鼠呢 很努力地掘地洞的時候呢 大象呢 已經生他的鼻子 拿走了蘋果 還吃了啦 這樣呢 我們就看完我們這本書了 好多謝大家啦 和我一齊看完這本 誰吃了我的蘋果 好了 那我們呢 今天呢 就已經 完成了很多款呢 不同的魔石啦 還有呢 我們呢 一齊看了這一本 誰吃了我的蘋果 喏 那如果大家呢 想學習怎樣扭 不同的動物或者形狀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呢 上回博博爸爸頻道上面呢 我們呢 都會有短片呢 去介紹回每一種動物 和形狀呢 怎樣扭 那樣呢 那大家一邊可以玩摩尺 一邊看書 享受你們的親子時間 拜拜 多謝大家收看啊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短片的話呢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如果你們呢 有什麼意見呢 可以留言給我的 那如果呢 你們又想支持我們的頻道 又想收到我的頻道最新的資訊呢 可以按一按訂閱 好了 拜拜